台湾和日本之间 8月份启动了全球第一例跨国全光网络 全光网络的商机持续在扩大 IOM全球论坛首次在台湾召开了会员大会 与会的例如美商Google 台湾中华电信 还有日本的Sony跟NTT 同时也希望号召更多台湾厂商加入 来促成国际大厂和台厂工艺链合作 全光网络商机持续扩大 创新全光和无线网络的全球论坛 8后起首次在台湾召开会员大会 希望号召更多台厂加入 促成国际大厂与台湾供应链合作 在台湾中我们有很完整的ICT基础 从压力工程度到空间的建设 和系统的建设 帮助我们提供很好的 和比较选择的解释 新的技术技术的建设 全光网络是指在多段网络中 以光来完全取代电子信号 具有高频宽 低能耗 低延迟的优点 今年8月中华电信与日本的NTT公司 才刚启动 全球熟利的跨国ION全光网络 台湾跟日本之间 3000公里的传输只需要17毫秒 NTT副社长川天雄彦这次也再度来台 并提到在AI家具网络威胁的当下 全光网络也有助于网络安全 AI全球论坛的会员数量超过150个 地点遍布全球 包括Intel Google 微软三星 Sony等公司都是成员 而台湾的中华电信和和硕 也在这次大会上大秀新技术 新唐人亚太电视 池千里 李一红 台湾台北报道